本土疫情急剧升温,连指挥中心也难逃。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经12日表示,指挥官陈时中上午自觉有相关症状,使用家用快筛事剂检验,结果未阳性。 陈时中确诊,其余防疫人员及快筛结果曝光。 本土疫情急剧升温,连指挥中心也难逃。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经12日表示,指挥官陈时中上午自觉有相关症状,使用家用快筛事剂检验,结果未阳性,以透过通讯诊疗判定未确诊,将进行居家照护,目前身体状况良好。 指挥中心指出,近日与陈时中接触的疫情监测组组组长周志浩,发言人庄仁祥,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毅君及王毕胜,已完成快筛,结果均为阴性。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,皆无症状,将持续落实自我健康监测。 指挥中心指出,陈时中居家照护期间,指挥中心持续进行防疫工作,指挥官相关业务将由副指挥官陈宗燕赞带。 陈指挥官一会透过电话及视讯方式,掌握各项防疫工作进度。